取得遭罪,环都欠到肉里去了 直到今天,妈妈的身体才终于重获自由 你说你,过去十多年了自己都不知道 之前爱的时候没说要吃啊 因为当时的科普不足,妈妈对环的了解仅限于 不会再怀上孩子 环也叫做宫内节育器 随着计划生育的浪潮 这个小东西也进入了我妈妈的身体 但妈妈忙着眼前的生活,淡忘了环的存在 她根本不知道环是有宝质期的 现在我们身边最常见的是寒酮宫内节育器 比如这种,这种,还有这种 她们放置时间一般在五到二十年不等 另一种寒药宫内节育器 放置时间一般为五年 很多人和我的妈妈一样 由于佩戴时间过长,平时没有感觉 加上取环需要自费 自然而然的就忽视了她 但是她会以疼痛的方式 完成女性纠缘的记忆 放置时间过长的节育器 可能会发生断裂 或者嵌入子宫击毙 尤其是女性绝经后 子宫逐渐萎缩变小 环却始终弄打 节育器会逐渐嵌入 甚至穿破子宫壁 产生穿孔 出责等问题 从1975年以来 三亿以上的女性 在体内放置了宫内节育器 人有2.5亿以上的女性 并没有将还取出 这意味着 还有很多人的妈妈 又重复同样的痛苦 同时我也想说 避孕绝不仅仅是女性的义务 男性从来都不应该缺席 在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 男性劫萨和使用 避孕套的比例会更高 但从全球来看 女性劫萨 宫内节育器和口服药物 仍然是排名前三的选择 在长期避孕中 我们国家女性的 避孕责任承担比例 从70年代的88% 增加到了近几年的98% 避孕失败的后果 天然是由女性来承担的 但我们对避孕知识的了解 却好像还远远不够 从2013年开始 我们国家每年的流产手数量 上升到了近千万例 这意味着 每一年都有接近一千万名女性 还不知道怎么好好保护自己 在节育这件事上 从避孕到流产 女性承担了太多的痛苦 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男性 共同来承担避孕的责任 但现在 希望我们可以注意到身边 正在老去的女性 让那些被遗忘在子宫里的老物件 再折磨每一个妈妈 被爱着 我希望你 不一样的男性 不一样的人 感谢观看